好,各位同学,下面我们请接下来看到第13页的立体6 那这立体6呢,是很有名的一个不等式 那它叫做中文翻译成白努力 那其实是这个法文的Bernoli in Equality 这个我们中文翻译成白努力不等式 那它的式子呢,蛮简单的,其实跟我们刚才的立体5 单立复立的式子是呼应的 它说N属于自然数的情况之下呢 1加P的N次方大于等于1加上N乘以P 那这个P的话要大于等于-1 P大于等于-1 那我们用数学规论法来做一个证明 那数学规论法做证明的时候呢 第一个,N如果是1的时候 等号的左边1加P的一次方 那右边的话1加上1乘以P,对不对 那这是成立的,因为都是等于1加P 都等于1加P 再来第二个,N等于K乘以,这个不用证明 意思就是说,1加P的K次方会大于等于1加上K乘以P 这个是OK的 好,下面我们就要看看说 如果N是K加1的时候 N是K加1的时候 那么我们原来的式子是变成1加上P的K加1次方 那可以写成1加P的K次方 再乘以什么 1加P,对不对 那因为1加P的K次方 我们已经知道它是大于等于1加KP 所以把它写过来 大于等于1加KP乘上1加P 好,那么把这个去做一个分配率乘开 1加P加KP加上KP平方 好,然后请注意 我们把中间这边都有P的地方 把P提出来 是不是可以写成1加上K加1的P 再去加上什么 KP平方 好,那么我们这个式子 从最前面这边的1加P的K加1次方 到这边会大于等于1加K加1P 请注意这个式子就已经符合我们这边的N字K加1的时候 所以你会等于加上这个KP平方 是等号,对不对 所以我如果把它扣掉 它就变成大于等于1加上K加1的P 因为加上KP平方它是相等 那我现在把它拿掉之后 当然它原来这个就会比较大 因为这个比较大 所以我们有我们的数学规纳法 就可以证明出来 这个式子是成立的 哪个式子呢 1加P的N字方大于等于1加上N乘上P 的一个式子 我们叫做波诺利所提出来的不等式 叫做波诺利不等式 来下面我们的立体6 下面的时候要念识 接着看到它就是说 从立体6这边 我们直接来做一个N的计算 使得1.01的N字方会大于等于2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这边的波诺利的式子 1加P的N字方大于等于1加上NP 请注意这个括号里面 1加P 这个我们就写起来 1加P就会等于1.01 所以代表P就是多少 0.01 所以我们写过来这边 我们的原式呢 变成1加上0.01的N字方 我们首先带入我们的公式 它是不是会写成1加上 N乘上0.01 好那它说这个结果要怎么样 大于等于2 所以我们接下来 把右边这边去做一个计算 也就是 N乘上0.01就大于等于1 而且1等于1 N就会大于等于多少 1除以0.01就大于等于100 所以我们实际上练习的 这个N可以找到最小的是100 了解了吗